第十二回 雨带滑稽无事戏 必倾斋发耳如神 维小宝走出大门 见门外站着四名太监 却都不是熟人 维首的太监道 贵公公 皇上半夜三更都要传你出去 皇上带你真没得说的 瑞夫总管呢 皇上也要传他跟贵公公同去见价 维小宝心中一领 说道 瑞夫总管回宫了吗 我可从来没见过 那太监道 是吗 咱们这就快先去吧 说着转过身来 在前领路 维小宝暗暗呐喊 他为什么问我瑞夫总管 皇上怎知瑞夫总管跟我在一起 又想 我是副首领太监 职位比你高得多 你怎地走在我面前 你年纪不小了 难道还不懂宫里规矩 问道 公公贵姓 咱们往日到少见面 那太监道 我们这些闲杂小奸 贵公公自然不认得 维小宝道 皇上派公公来传我 那也不是闲杂小奸了 说话之间 见他转而向西 皇帝的寝宫却是在东北面 维小宝道 你走错了吧 那太监道 没错 皇上在向太后请安 刚才闹刺客 怕惊了辞驾 咱们去慈宁宫 维小宝一听到去见太后 吃了一惊 便停了脚步 走在他后面的三名太监中 二人突然向两旁一分 分战左右 四人将他夹在中间 维小宝一惊更甚 暗叫 走高走高 怎么是皇上叫我去伺候 分明是太后来捉拿我 虽不知这四人是否会武 但以一敌似 总之打不赢 一闹僵起来 中侍卫闻声赶至 哪里还逃得脱 他心中怦怦乱跳 笑嘻嘻地道 嘿 是去慈宁宫嘛 那倒好的很 太后每次见到我 不是金银便是糖果糕饼定有赏赐 太后带奴才们最好了 她说我小孩子家贪嘴 总是赏不少吃的 说着 便走上了通向太后请宫的回廊 四名太监捡她一言去慈宁宫 便回复了一前三后的位置 微小宝道 上次见到太后 运气当真好极 太后说我拿了傲拜 功劳不小 一赏就赏了我五千两金子 两万两银子 我力气太小 可哪里搬得动 太后说 搬不动慢慢搬 小柜子啊 你的钱怎么够用法 我说 回太后 奴才最喜欢结交朋友 身边有了金子银子 太监之中 哪个跟奴才说得来的 奴才就送给他们一些 有钱大家花呀 他信口胡扯 脑中面头急转 愁思脱身之际 他身后拿太监道 哪有傻这么多的 微小宝道 哈 不信吗 瞧我的 从怀中摸出一大碟银票 有的是五百两一张 有的是一千两 也有两千两的 灯笼火光照应之下 看来依稀不假 四名太监只瞧得气也透不过来 都停住了脚步 微小宝抽了四张银票 笑道 嘿 皇上和太后不断赏钱 我怎么花的光 这里四张银票 有的两千两 有的一千两 四位兄弟碰碰运气 每人抽一张去 四名太监都不信 世上哪有将几千两银子随手送人的 都不伸手去抽 微小宝道 哎 身边银子太多 没地方花用 有时也不大快活 眼下我去见太后和皇上 又不知要赏多少银子给我了 说着 将银票高高扬起 在风中抖动 斜眼查看周遭地形 一名太监笑道 嘿 贵公公 你真的将银票给我们 可不是开玩笑吧 微小宝道 有什么玩笑好开 我们上扇间里的兄弟们 哪一个不得过我千二八百的 来来来 碰碰手气 哪一位兄弟先来抽 那太监笑嘻嘻地道 嘿 我先来 微小宝道 等一会儿 你们看清楚了 将四张银票凑到灯笼火光之下 四名太监看得分明 果然都是一千两两千两的银票 都不由得脸上变色 太监不能娶妻生子 又不能当兵做官 于金银财物比这常人更加倍地喜欢 这四人虽在宫中当差已久 但一千两两千两银子的银票却也从没见过 微小宝仰起手来 将银票在风中捂了几下 笑道 好好好 来 这位大哥先来抽 那太监伸手去抽 手指还没碰到银票 微小宝一松手 四张银票让风吹得飞了出去 飘飘荡荡 飞上花丛 微小宝叫道 哎哟 你怎么不抓狼 快抢 快抢 哪一个抢到 银票便是他的 四名太监拔步便追 微小宝叫道 快抓 别飞走了 身子一矮 钻入了早就瞧准了的假山洞中 他指玉花园这一带的假山极多 山洞连环曲折 钻进去之后 一时可还真不容易找到 四名太监赶着去抢银票 两人各拾到一张 一人拾到了两张 却有一人落空 两人登时争执起来 一人说 贵公公说的 谁拾到便是谁的 两张都是我的 一人说 说好一人一张 快分一张来 我只要那张一千两的也就是了 那人道 什么一千两的 说得好轻松自在 一两的也没有 没十道银票的一把抓住他胸脯 道 你给不给 咱们请贵公公平平这个礼 一转身 维小宝已不知赤想 四人大吃一惊 齐声大叫 死下找寻 没吃到银票的太监物字不肯罢休 抓住了十道两张之人的衣襟 定要他分一张过来 维小宝早已躲入十余帐外的山洞 听二人大声争吵 暗暗好笑 寻思 我躲到天明 从侧门溜出工具 就再也不回来了 只听一名太监道 太后吩咐的 说什么也要将贵公公和锐副总管 立即传去 他 他 可躲到哪里去了 另一名太监道 他在宫里也躲不到哪里去 只是他给银票的事可不能说出来 好兄弟 你两张银票就分一张给小牢 否则他一定会抖出来 大家发不成财 还得糟糕 呼听的脚步声响 吸手有几人走近 一人说道 今晚宫中闹刺客 只怕大伙明儿都要受处分 维小宝一听 便知是宫中侍卫 另一人道 这般贵公公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 又一人道 贵公公年纪虽小 为人可真够交情 实在难得 维小宝大喜从山洞中钻出 低声道 这位兄弟 快别作声 当先两名侍卫提着灯笼 轻声叫道 贵公公 维小宝见这群侍卫 共有十五六人 正是刚才到自己窗口来过的那批人 他记得这些人的名字 说道 张大哥 赵大哥 那边四名太监勾结刺客 大伙快去拿住了 功劳不小 跟着又叫了几人名字 说道 贺大哥 饿大哥 先点了这四人雅学 要不然便打落他们下巴 别让他们大声嚷嚷 惊动了皇上 中侍卫听说是四名太监 也不放在心上 做个手势 吹起灯笼 伏笛身子 慢慢眼将过去 那四名太监 两个在山洞中找维小宝 两个在争银票 都全神贯注 中侍卫 何为之事一成 一声低哨 四面八方雍出 三四人 服侍一个将四名太监掀翻在地 这些侍卫武功并不甚高 谁也不会点穴 当下或是擒拿手法 或以掌机 打落了四人下巴 四名太监张大了嘴巴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明所以惊慌已急 维小宝指着旁边一间屋子 喝道 拉进去口问 中侍卫将四名太监 横托道叶 拉进相听 有人点起灯笼 高高举起 维小宝居中一座 中侍卫拉四名太监跪下 四人封太后之命来捉人 如何肯跪 中侍卫拳打足踢 强行按道 维小宝道 你们四人刚才鬼鬼祟祟的 在争什么东西 说什么 一千两是你的 两千两是我的 又说什么 外面来的朋友 这趟运气不好 给狗侍卫们害死了不少 外面来的朋友 是什么朋友 为什么叫侍卫大人狗侍卫 中侍卫大怒 一脚脚往四人背上踢去 四名太监 肚中大叫冤枉 却哪里说得出口 维小宝又道 我跟在你们背后 听到一个说 是我带路的 那两张银票 是他给我的 怎可分给你 说着 向那抓到两张银票的 姓郝太监一指 又指着那没抢到银票的小牢的 你说 大家一起干这件大事 杀头抄家 罪名都是一般 为什么不分给我 不行 一定要分 指着另一名太监道 你说 好兄弟 你两张银票 就分一张给小牢 否则他一定会抖出来 大家发不成财 还得杀头抄家 这句话是你说的 对不对 你们一起干什么大事 为什么要杀头抄家 有分什么银票不银票的 中侍卫道 你们给刺客带路 自然犯了杀头抄家的大罪 分什么银票 搜搜他们身上就是了 一搜之下 历史便搜出那四张银票 中侍卫 见这四张银票数额如此巨大 都大声叫了起来 一名寻常太监的月份银子 不过四两六两 忽然身上各怀巨款 哪里还有假的 那姓赵的侍卫 问那身上有两张银票的太监 你姓好 那太监点了点头 那姓赵的侍卫 又问身上没有银票的太监 你姓老 那太监面无人色 也点了点头 一名侍卫道 好啊 刺客给了你们这许多银子 你们就给刺客带路 叫他们外面的朋友 叫我们狗侍卫 你奶奶的 一脚用力踢去 那姓好的太监 眼珠突出 口中呵呵连声 那姓赵的侍卫道 不可盲撞 得好好盘问 俯身伸手 在那姓老的太监的下额骨上一拖 给他接上了下巴 维小宝喝道 你们干这件大事 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 这等大胆 快快招来 那太监道 冤枉冤枉是太后吩咐我们 维小宝一跃而前 左手按住他嘴巴 喝道 胡说八道 这种话也说得的 你再多口 历史便杀了你 右手拔出匕首 倒转剑柄 在他天灵盖上 重击两下 将他击得晕了过去 转头向重侍卫道 他说这是太后之事 这 这 这可大火临头了 众侍卫 一骑 脸上变色 说道 太后吩咐他们 将此刻引进宫来 他们都知 皇上并非太后的亲生儿子 太后向来精明果断 难道皇上得罪了太后 因而 因而 宫围之中勾心斗角 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有 自己竟然牵涉其中 尾时性命交官 维小宝问另一名太监 你们当真是太后派来办事的 这件事干系重大 可胡说不得 当真是太后差遣的 那太监说不出话 只连连点头 维小宝道 这几张银票 也是太后给的 三名太监 一骑摇头 维小宝道 好 你们是奉命办事 并不是自己的主意 是不是 三名太监连连点头 维小宝道 你们要死 还是要活 这句话 可不宜用点头摇头来表示 三人太监 一人点头 一人摇头 另一人先点头后摇头 想想不对 又大点其头 维小宝问道 你们要死 三人摇头 维小宝问 要活 三人头点得极快 维小宝一拉两名为首的侍卫 三人走到屋外 维小宝低声道 张大哥 赵大哥 咱们吃饭的家伙 这一趟只怕要搬一搬家了 那姓张的名叫张康连 姓赵的叫赵齐贤 都是汉军气的 早给吓得神魂不定 气道 那怎么办 维小宝道 我是半点主意也没有 张大哥 赵大哥 瞧瞧该怎么办 张康连道 倘若张扬出去 也不知会闹到什么地步 若能遮掩 那是最好不过 赵齐贤道 是啊 不如将这四名太监放了 大家装作 没这回事就是 张康连道 就只怕 人无害乎义 忽悠伤人心 围小宝道 放了他们 本来极好 不过 要他们 不可去禀名太后 否则的话 太后一怒之下 要杀人灭口 这四个太监固然活不成 咱们这里 一十六个兄弟 再加上我 多半要分成三四十节 张赵二人 同时打个寒战 张康连举起右掌 虚批一掌 维小宝向赵齐贤敲去 赵齐贤点点头 问道 他们身上 那四张银票 维小宝道 这六千两银子 终于大哥分了就是 我是吓得魂飞魄散 只求这件事 不惹上身来 银子是不要的了 张赵二人 听得有六千两银子好分 每人可分得三百多两 更无迟疑 转身入屋 在四名侍卫耳边 说了几句话 那四人点了点头 拉起四名太监 说道 你们既是太后身边的人 这就回去吧 那名叫小牢的太监 先前给维小宝 以匕首饼击晕了 这时已然行转 四名太监大喜走出屋去 四名侍卫跟了出去 只听到外面 呵呵呵呵 几声惨叫 跟着外面一名侍卫叫道 有刺客 有刺客 另一人叫道 哎呀 不好 刺客杀死了四个太监 四名侍卫走进屋来 向维小宝道 贵公公 外面又有刺客 害死了四位公公 维小宝长叹一声 可惜可惜 刺客逃走了 追不上了 一名侍卫道 就没见到刺客的影子 维小宝道 哎 那是谁也没法子了 四位公公给刺客刺杀之事 你们这就去禀名多总管吧 中侍卫强忍笑容 齐声应道 是 维小宝再也忍耐不住 哈哈大笑 中侍卫也都大笑不止 维小宝笑道 中侍大哥 恭喜发财 明儿见 维小宝兴匆匆回到住处 将到门口 忽听着花丛中 有人冷冷地道 小桂子 你好 维小宝听得是太后的声音 大吃一惊 转身便逃 奔出五六步 忽决一只手搭上了左肩肩头 全身酸麻 便如有几百斤大石压在身上 再难一步 他急忙弯腰 伸手去拔匕首 手指刚碰到剑饼 右手上臂已吃了一掌 忍不住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只听得太后沉声道 小桂子 你年纪轻轻 这好本事啊 不动声色 杀了我四名太监 还会栽赃嫁祸 连我都敢诬陷 哼哼 维小宝心中 只连朱姐叫苦 情急之下 了想太后 对自己恨之入骨 什么哀求都必无用 只有豁出性命 狠狠吓他一下 挨得过一时三刻 再想法子逃命 说道 太后 你此刻杀我 已经迟了 可惜啊 可惜 太后冷冷地道 可惜什么 维小宝道 你想杀我灭口 只可惜迟了一步 刚才那些侍卫们 说些什么话 想来 想来你都听到了 太后阴森森地道 你说我派这四名 没用的太监 勾引刺客入宫 哼 我又为的是什么 维小宝道 我怎知道 你为的是什么 皇上就多半知道 反正这条性命 十成中已死了九成九 索性给他无赖到底 太后怒急 冷笑道 我掌力一吐 立即叫你毙命 这太便宜了 你这小贼 维小宝道 是啊 你讲上使劲 就杀了小贵子 明日宫里人人都知道了 小贵子怎么死了 自然是太后杀的 太后干嘛杀他 因为小贵子 撞破了太后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这件事说来话长 来来来 你到我屋子里来 我仔仔细细地说给你听 你千万不能跟旁人说啊 这件事为时非同 非同小可 太后气地搭在他肩上的手 不住发抖 缓了一口气 猜到 大不了 也只那十几名侍卫知道 我杀了你之后 立刻明锐动 将这十几个家伙都抓了起来 即刻处死 还有什么后患 尾小宝哈哈大笑 太后道 死到临头 亏你还笑得出 尾小宝道 太后 你说要锐动杀人 他 太后问道 他怎么样 尾小宝道 他早已给我 本想说 他早已给我一刀毙了 突然间灵机一动 又哈哈了几声 太后又问 早已给你怎么样 尾小宝道 他早已给我 瘦得贴贴服服 再也不听你的话了 太后冷笑一声道 凭你这小鬼 能有多大本事 能叫瑞夫总管 不听我的话 尾小宝道 我是个小太监 他自然不怕 瑞夫总管 怕的却是另一位 太后颤声道 他 他怕的是皇上 尾小宝道 我们做奴才的 自然怕皇上 那也怪他不得呀 是不是 太后道 你跟瑞栋说了些什么 尾小宝道 什么都说了 太后喃喃地道 什么都说了 沉默半上道 他 他人呢 尾小宝道 他去得远了 很远很远 再也不回来了 太后 你要见他 当然挺好 大大的好 就只怕不怎么容易 太后经问 他出宫去了 尾小宝顺水推舟 说道 不错 他说 他既怕皇上 又怕了你 夹在中间难做人 只怕有什么性命和忧愁 又有什么杀身的大祸 不如高走远飞 太后道 高飞远走 尾小宝道 对对 太后 你怎么知道 你听到她说这句话吗 她是高飞远走了 太后哼了一声 说道 她连管也不要坐了 逃到哪里去了 尾小宝道 她 她是到 心念一动 道 她说到什么台山 什么六台七台八台山去了 太后道 五台山 尾小宝道 对对对 是五台山 太后 你什么都知道 太后问道 她还说什么 尾小宝道 也没说什么 只不过 只不过说 我托她的事 她无论如何 会办到的 她赌了咒 立下了重事 什么千刀万寡 绝子绝孙的 太后道 你托她办什么事 尾小宝道 也没什么 瑞夫总管本来说 她不做官 也不打紧 就是出门 没盘缠 那又不是一年半载的事 我就送了她 两万两银子的银票 太后道 你倒发财的紧呢 哪里来的这许多银子 尾小宝道 那也是旁人送的 康亲王送些 责徒大人送些 吴三贵的儿子 也送了些 太后道 你出手这样豪爽 瑞栋自然要感恩图报了 你到底要她办什么事 维小宝道 奴才不敢说 太后立声道 你说不说 搭在她肩头的手掌 用力压落 维小宝嗷一声 太后掌力稍松 喝道 快说 维小宝叹了口气 说道 瑞夫总管答应我 奴才在宫里 倘若给人害死 他就将这中间的原因 详详细细 禀明皇上 他说 他要去写一个奏折 放在身边 他跟奴才约定 每隔两个月 奴才 奴才就 太后声音发颤 问道 怎么样 维小宝道 每隔两个月 奴才到天桥 去找一个 卖 卖冰糖葫芦的汉子 问他 有翡翠马脑的冰糖葫芦没有 他就说 有啊 一百两银子一串 我说 这样贵啊 二百两银子卖不卖 他说 不卖不卖 你还没亏天吗 我说 你去跟老头子说吧 他就去通知瑞夫总管了 危急之际 编不出什么新鲜故事 只好将陈静南 要他和徐天川联络的对答 稍加变化 太后哼的一声 说道 哼 这等江湖上 五人联络的法门 料你这小子也想不出来 是瑞冻这胆小家伙教你的 是不是 维小宝假作惊奇 说道 咦 你怎知是瑞夫总管教我的 是了 他跟我说的时候 你都听到了 这些太后 按在自己肩头的手不住颤动 过了好一会儿 听着他问 你到时候 若不去找那卖冰糖葫芦的 那怎么样 维小宝道 瑞夫总管说 他会再等十天 我如仍然不去 那自然是奴才的小命不保 他 他就想法子来禀明皇上 那时候 奴才死都死了 本来也没什么好处 不过奴才对皇上一片忠心 要请皇上千万小心 有怨报怨 有仇报仇 别要受人暗算 那也是奴才和瑞夫总管 忠心为主罢了 太后难难的道 有怨报怨 有仇报仇 那好得很啊 维小宝道 这些日子来 奴才天天服侍皇上 可半点口风也没漏 只要奴才好好活着 在皇上身边侍候 这种事情 就永远别让皇上知道的好 又何必让皇上操心呢 太后虚了口气 说道 你倒是个大大的好人呢 维小宝道 皇上带奴才很好 太后带奴才 可也不坏啊 奴才对太后忠心 说不定太后心中一欢喜 又赏赐些什么 那不是大家都挺美吗 太后黑黑黑的冷笑几声 说道 你还盼我赏赐你什么 脸皮可当真厚的可以 冷笑声中 竟有了几分欢愉之意 语气也以大为宽慰 维小宝 听得他语气已变 情是大为缓和 忙道 奴才有什么贪图 只要太后和皇上 平平安安的 大家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咱们做奴才的 就是天大的福气了 太后你老人家万福今安 奴才 明儿就去天桥去 找到那个汉子 叫他尽快去通知瑞夫总管 要他守口如瓶 奴才 再要他带三千两银子去 说是太后赏他的 太后哼了一声 说道 这种人办事不利 弃之前逃 我不看他脑袋 是他运气 还赏他银子 维小宝道 试试 这三千两银子 自然是奴才出的 太后 怎能再赏他银子 太后慢慢松开了 搭在他肩头的手 缓缓地道 小贵子 你当真对我忠心吗 维小宝跪下地来 连连磕头 说道 奴才对太后忠心 有千万把好处 若不忠心 脑袋瓜子搬家 小贵子虽然糊涂 这颗脑袋 倒也看得挺要紧的 太后点点头 说道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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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声很好 在他背上拍一掌 连说三声 连拍三掌 维小宝当时头晕目眩 历史便遇呕吐 喉间噩噩噩地不住作声 太后道 小贵子 每天晚上 海大夫那老贼说道 世间有一门叫做什么 画骨棉掌的功夫 他若练得精了 打在身上 可以叫人全身骨骼巨断 这门功夫是很难练的 我自然也不会 不过 觉得你这小孩很乖 很灵俐 在你背上打三掌试试 也挺有趣的 维小宝胸腹肩 气血翻涌 再也忍耐不住 哇的一声 又是鲜血 又是清水 大口吐了出来 心道 老婊子不信我的话 还是下了毒手 太后道 你不用害怕 我不会打死你的 你如此了 谁去天桥 找能卖冰糖葫芦的呢 只不过让你带点伤 干起事来 就不怎么伶俐了 维小宝道 多谢太后恩典 慢慢站起 身子一晃坐倒 又呕了几口血水 太后哈哈一笑 转身没入了花丛 维小宝挣扎着站起 慢慢绕到屋后 扶在窗件上 喘了一会气 这才爬进窗去 小郡主沐建平低声问道 贵大哥 是你吗 维小宝正没好气 骂道 去你骂的 不是我 方怡接口道 小郡主好好问你 你为什么骂人 维小宝刚爬到窗口 说道 我 一口气接不上来 砰的一声 摔进窗来 躺在地下 再也站不起身来 方怡与穆建平 其声 哎哟 紧吻 怎 怎么了 你受了伤 维小宝这一脚摔得 着实不轻 但听得良女语气中 大有关切之意 心情灯时大好 哈哈一笑 喘了几口气 又想 老婊子这几张 也不知是不是画骨棉掌 说不定他练得不到家 老子穿着宝贝背心 骨头又硬 他画来画去 画老子不掉 说道 好妹子和好老婆都受了伤 我如不也伤伤一些 叫什么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呢 穆建平道 贵大哥 你伤在哪里 痛不痛 维小宝道 好妹子有良心 问我痛不痛 痛本来是很痛的 可是给你问了一声 忽然就不痛了 你说奇不奇怪 穆建平笑道 你又来骗人了 维小宝 手扶桌子 气喘吁吁的站起 心想 我这条老命 现下还在 全靠瑞富总管 够交情 肯撑腰 只有老婊子一只 瑞富总管已死 微笑把他老命 再也挨不过半个时辰 从药箱里拿出那只 三角形 清底白点的药瓶 海老公药箱中 药粉药丸甚多 他却只认得这瓶化湿粉 将锐动的湿身 从床底下拉出 取回 塞在他怀中的金票和针丸 沐建平道 你一直没回来 这死人躺在我们床底下 可把我们两个吓死了 维小宝道 把你们两个都吓死了 这死人 岂不是多了两个 羞花碧月的女伴 方宜道 呸 小郡主 别跟他多说 维小宝道 我变个戏法 你们要不要看 方宜道 不看 维小宝道 不看他就闭上眼睛 方宜当即闭上了眼睛 沐建平跟着也闭上了眼 但随即又睁开了 维小宝从药箱中 取出一只小银池 拔开药瓶木栽 用小银池 取了少许化湿粉 倒在锐动湿身的伤口之中 过不多时 伤口中便冒出烟雾 跟着发出一股强烈臭味 再过一会儿 伤口中流出许多黄水 伤口越烂越大 沐建平一的一生 方宜好奇兴起 睁开眼睛 一见到这情景 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 再也闭不拢了 湿水遇到黄水 便急腐烂 黄水越多 湿体烂得越快 维小宝见他二人 都有惊骇之色 说道 你们哪一个不听我话 我将这薄粉 撒一点在你们脸上 立刻就烂成这般样子 沐建平道 你 你别吓人 方宜怒目瞪了他一眼 惊恐之意 却难以自演 维小宝笑嘻嘻地走上一步 拿着药瓶 向他晃了两下 收入怀中 不多时 锐动的尸身 便烂成了两截 维小宝提起椅子 用椅脚 将两截尸身 都推入黄水 过不了大半个时辰 尽数化为黄水 他虚了一口长气 心想 老婊子就是拆一百万兵 到五台山去 也捉不到锐动 他到水缸中去摇水冲地 洗去尸手中流出来的黄水 没冲的几瓢水 身子一歪 倒在床上 困倦已急 就此睡去 醒来时天已大亮 但却胸口一阵反噩 做了一阵呕 却呕不出什么 只听着沐建平 关心的声音问道 贵大哥 好心了吗 维小宝坐起身来 才知自己 在方木二人脚边 合一睡了半夜 见天色不早 忙跳下床来 说道 我赶得见皇帝去 你们躺着别动 想从窗中爬出去 但腰背痛得厉害 只得开门出去 反锁了门 维小宝到上书房 候不了半个时辰 康熙退朝下来 笑道 小贵子 听说你昨晚杀了个刺客 维小宝请了个安 说道 皇上圣体安康 康熙笑道 你运气好 跟刺客交上了手 我可连刺客的眼儿 也没见着 你杀的那人武功怎么样 你用什么招数杀的 维小宝并没跟刺客 动手过招 皇帝武功不弱 可不能随口乱说 灵机一动 想起那日在杨柳胡同白家 风计中和玄真道人 比你动手过招的情景 便道 黑暗之中 我只跟他瞎缠烂打 忽然间他左腿向右横扫 右臂向左横裂 一面说 一面手脚同时比划 康熙拍手道 对击对击 正是这一招 维小宝一正 问道 皇上 你会这一招 康熙笑道 你知道这招叫什么 维小宝早知叫做横早千军 却道 奴才不知 康熙笑道 我教你个乖 这叫横早千军 维小宝甚是惊讶 道 这名字倒好听 他惊得 不是这一招的名称 而是康熙竟也知道了 康熙道 他使这招打你 你又怎么对付 维小宝道 一时之间 我心慌一乱 眼看对付不了 忽然想起 你跟我比武之时 使过一记 极妙的招数 将我摔得 从你头顶 飞了过去 好像你说过的 是武当派的武功 羚羊挂脚 康熙大喜 叫道 你用我的武功 破他的这招 横扫千军 维小宝道 正是 武学的武功 本来并不高明 幸好咱俩 比武打架 打得多了 你使的手法 我也记得了一大半 我记得 你又这么一打 这么一拗 康熙喜道 对对 这是紫云手 与折眉手 维小宝心想 我拍他马屁 可惜拍个十足十 说道 武遍学你的样 忙去抓他的手 抓是抓住了 就是力气不够 抓得不稳 又不搭对头 给他左手 用力一抖 就挣脱了 康熙道 可惜可惜 我叫你 应当抓住这里 惠宗与外观 两穴之间 他就无论如何 挣不脱 说着 伸手抓住 维小宝的手腕学道 维小宝 假装使劲 咬牙切齿地 挣了几下 自然没法挣脱 道 你早教了我 也就没有 后来的凶险了 康熙放开了他手 笑问 后来怎样 维小宝道 他一挣脱 身子一转 一转在我背后 双掌 激我背心 康熙叫道 高山流水 维小宝道 这一招 叫高山流水吗 当时 我可给他 吓得落花流水了 无可奈何之中 只好又用上了你的招数 康熙笑道 没出息 在那跟人打架 不用师父教的武功 老是用我的招数 维小宝道 师父教的招数 练起来 倒也偷偷是道 一个人真的拼命 哪着全不管用 反而是你那些招数 突然间 打从心底里冒了上来 皇上 那时候 他手掌边缘 一打上了我背心 我早下的魂不附体 又怎能去细想 用什么招数 我身子借势向前一扑 从右边转了过去 康熙道 很好 那是回风步 维小宝道 是吗 我躲过了他这一招 成是拔出匕首 反手一剑 大叫 小柜子 头不头羊 康熙哈哈大笑 问道 怎么叫起小柜子来 维小宝道 奴才危急之中 不知怎的 竟把你的招数 学了个十足 这反手一剑 本来是你反手一掌 打在我背心 大叫 小柜子头不头羊 我想也不想的 使了出来 嘴里却也这么大叫 他哼了一声 没来得及叫投降 就已死了 康熙笑道 妙急妙急 我这反手一掌 叫做孤云出秀 没想到 你化作剑法 一击成功 康熙练了武功之后 只与维小宝假打 总不仅真的 跟敌人性命相拼 那么过瘾 此刻 听到维小宝 手刃敌人 所用招数全是从自己这里学去的 自是兴高采烈 心想 若是自己出手 定比维小宝更精彩十倍 说道 这些刺客 胆子不小 武功却也稀松平常 维小宝道 皇上 刺客的武功 倒也不怎么差劲 咱们宫里的侍卫 就有好几个伤在他们手里 总算小柜子命大 曾侍候过皇上 练了这么久武功 偷得了你三招两拾 否则的话 皇上 你今儿刻得下到圣旨 抚恤殉职忠臣 小太监小柜子 文银一千两 康熙笑道 一千两哪里够 至少是一万两 两人同时哈哈大笑 康熙道 小柜子 你可知这些刺客是什么人 维小宝道 我就是不知道 皇上明白他们的武功家术 多半早料到了 康熙道 本来还不能拿得稳 你刚才这一笔话 又多了一层证明 双手一拍 吩咐在上书房 侍候的太监 传索额图 多龙二人进来 那两人本在书房外等候 一听皇帝传呼 便进来磕头 多龙是满洲正白旗的军官 进官之时 曾立下不少战功 武功也甚了得 但一直受敖拜排挤 在官场中很不得意 最近敖拜倒了下来 才给康熙提升为 御前侍卫总管 掌管乾清门 中和殿 太和殿 各处宿位 陵内侍卫大臣 共有六人 郑皇 郑白 湘皇三企 美企两人 其中真正有十权的 只有掌管宫中宿位的 御前侍卫正副总管 多龙新任要职 宫里突然出现刺客 已一碗没睡 心下坠坠 不知皇帝与皇太后 是否会怪罪 康熙见他 双眼都是红丝 问道 秦道的刺客 都审明了没有 多龙道 回皇上 秦道的火口叛贼 共有三人 奴才分别审问 起初他们敌死不说 后来敖刑不过 这才招认 古人 古人是平溪王 平溪王吴三贵的手下 康熙点点头 恩了一声 多龙又道 叛贼一下的兵器 上面刻着有平溪王府的字样 隔壁了的叛贼 所穿内衣 也都有平溪王府标记 昨晚入供来侵扰的叛贼 证据确凿 乃吴三贵的手下 就算不是吴三贵所派 他 他也逃不了干系 康熙问索额图 你也查过了 索额图道 叛贼的兵器内衣 奴才都查核过了 多总管所录的叛贼口供 却是如此招认 康熙道 那些兵器内衣 拿来给我瞧瞧 多龙应道 是 他知皇帝年纪虽小 却甚精明 这件事又干系重大 早就将诸种政务包妥 命手下亲信侍卫 捧着在上书房外等候 当下出去拿了进来 解开包袱 放在岸上 立即退了几步 满清以百战而得天下 开国诸弟军统武功 原始不必兵刃 但在书房之中 臣子在皇帝面前露出兵刃 毕竟忌讳 多龙小心谨慎 先行退开 康熙走过去 拿起刀剑审视 见一把单刀的柄上 刻着大明山海关 总兵府的字样 微微一笑道 欲盖弥彰固然不对 但弄巧成拙 故意弄鬼 做得过了火 却也引人生疑 向左额图道 吴三鬼如派人来 宫中行刺犯上 自然身谋远虑 筹划周响 什么刀剑不能用 干嘛要携带 克勒字的兵器 怎会想不到 这些刀剑会失落宫中 则图道 是是 皇上明鉴 奴才败福之志 康熙转头 问微小宝 小龟子 你所杀的那名判贼 使了什么招数 微小宝道 他使了一招横扫千军 又使一招高山流水 康熙问多龙 那是什么功夫 多龙虽是满洲贵臣 与各家各派武功 道也所知甚薄 这横扫千军 与高山流水两招 又不是生辟的招数 答道 回皇上 那似乎是云南 前民穆王府的武功 康熙双手一拍 说道 不错不错 多龙 你的剑文道也广博 多龙灯改受宠若惊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跪下磕头 道 谢皇上称赞 康熙道 你们仔细想想 吴三鬼若派人入宫行刺 绝不会捡他儿子 正在北京的时候 刺客什么日子都好来 干嘛定要捡他儿子 来朝见的当口 这是可疑之一 吴三鬼善于用兵 办事周密 派这些叛贼进宫干事 人数计少 武功也不甚高 明知难以成功 有什么用处 这跟吴三鬼的性格不合 这是可疑之二 再说 就算他派人刺死了我 于他又有什么好处 难道他想起兵造反吗 他如要造反 干嘛派他儿子到北京来 岂不是存心将儿子 送来给我们杀头 这是可疑者之三 维下宝先前听方怡说到 陷害吴三鬼的计策 觉得大事妙计 此刻经康熙一家分剖 灯爵处处露着破绽 不由得佩服至极 连连点头 则图道 皇上圣名 所见非奴才们所及 康熙道 你们再想想 倘若刺客不是吴三鬼所派 却携带了平息王府的兵器 那有什么用意 自然是想陷害他了 吴三鬼帮我们大清打平天下 功劳甚大 恨他寄他的人着实不少 到底这批叛贼是由何人指使 是得好好在家审问 左图和多龙齐声称是 多龙道 皇上圣名 若不是皇上 降家指点开导 奴才们糊里糊涂地上了当 不免冤枉了好人 康熙道 冤枉了好人吗 左图和多龙 见皇帝不再吩咐什么 便叩头辞出 康熙道 小贵子 那横扫千军与高山流水这两招 你猜我怎么知道的 韦小宝心中砰砰跳了两下 说道 我正奇怪 皇上怎会知道 康熙道 今日一早 我已传了许多侍卫来 问他们昨晚与刺客格斗的情形 一查刺客所使的武功家术 有好几招竟是前名穆家的 你想想 穆家本来市镇云南 我大清龙兴之后 将云南封给了吴三桂 穆家岂又不着脑的 何况 穆家最后一个前国公穆天波 便死在吴三桂手下 我叫人将穆家最厉害的招数 演将出来 其中便有这横扫千军 与高山流水两招 唯小宝道 皇上当真料事如神 不禁担忧 我屋里藏着穆家的两个女子 不知道知不知道 康熙笑问 小贵子 你想不想发财 唯小宝听到发财两次 当时精神一阵 忧心尽去 笑嘻嘻地道 皇上不叫我发 我不敢发 皇上叫我发财 小贵子不敢不发 康熙笑道 好 我叫你发财 你将这些刀剑 从刺客身上剥下的内衣 刺客的口供 都拿去交给一个人 就有大大一笔财好发 唯小宝一正 当时醒悟 叫道 吴英雄 康熙笑道 你很聪明 这就去吧 唯小宝道 吴英雄最小子 这一次运到真高 他全家性命 都是皇上给赏的 康熙道 你跟他去说什么 唯小宝道 我说 姓吴大 咱们皇上明见万里 你俩俩在云南干什么事 皇上没一见不知道 你们不造反 皇上清清楚楚 若是 有什么三心两意 两面三刀 皇上一样的明明白白 他妈的 你爷俩 还是给我乖乖的吧 康熙哈哈大笑 说道 你人挺乖巧 就是不读书 说出话来 粗里粗气 倒也合我的意思 他妈的 你爷俩 还是给我乖乖的吧 哈哈 维小宝听到皇上 居然学会了一句 他妈的 不仅心花怒放 喜滋滋地磕了头 捧了刀剑等物 走出书房 回到自己屋中 他刚要开锁 突然间背上一针剧痛 心头反恶 便欲呕吐 勉强开锁进门 坐在椅上 不住喘气 木剑平道 你 你身子不舒服吗 维小宝道 这样你的羞花碧月之马 身子就舒服了 木剑平笑道 我师姐 才是羞花碧月之帽 我脸上有只小乌龟 成为丑死了 维小宝听他说笑 心情历时转家 笑道 你脸上 怎么会有只小乌龟 啊 我知道了 好妹子 你脸蛋又光又滑 又白又亮 便如是一面镜子 因此会有一只小乌龟 木剑平不解 问道 为什么 维小宝道 你跟谁睡在一起 你的脸蛋像是一面镜子 照出了那人的相貌 脸上自然就有只小乌龟了 方宜道 呸 你自己过来照照 小郡主脸上才有只小乌龟 维小宝道 我如果来照照 好妹子脸上 便出现一个又漂亮又神奇的大老爷 方木二人都笑了起来 方宜笑道 小乌龟大老爷 那是个什么大老爷 三人低笑了一阵 方宜道 喂 咱们怎么逃出宫去 你得给想个法子 维小宝这些日子来到处受人奉承 但一回到自己屋里 便敢孤寂无聊 忽然有个方木两个年轻姑娘相陪 虽然每一刻都有给人撞见的危险 可谁再舍不得他们就此离去 说道 这个得慢慢想法子 你们身上有伤 只要踏出这房门一步 立时便给人拿了 方宜轻轻叹了口气 问道 我们昨晚进宫来的同伴 不知有几人死了 几人给拿了 遭难的人叫什么名字 你可知道吗 维小宝摇头道 不知道 你既关心 我可以给你去打听打听 方宜低声道 多谢你了 维小宝自从和他相识以来 从未听他说话如此客气 心下略感诧异 木剑平道 尤其要问问 有一个姓刘的 可平安脱险了没有 维小宝问道 姓刘的 刘什么名字 木剑平道 那是我们刘师哥 叫做刘一舟 他 他是我师姐的心上人 那个 那个 突然痴的一声笑 原来 方宜在他枝窝中喝痒 不许他说下去 维小宝啊的一声道 啊 刘一舟 嗯 这 这可不妙 方宜情不自禁 忙问 怎么了 维小宝道 那不是一个身材高高 脸孔白白 大约二十几岁的漂亮年轻人 这人武功可着实了得 是不是 他自然不止刘一舟是何等样人 但像此人既是方宜的意中人 亮斌是个漂亮的年轻人 既是他们师哥 说他武功很高 也不会错 果然 木剑平道 对了对了 就是他 方师姐说 昨晚他受伤之时 见到刘师哥给三名侍卫打倒了 一名侍卫按住了他 多半是给擒住了 不知现金怎样 维小宝叹道 哎 这位刘师傅 原来是方姑娘的心上人 哎 不住摇头叹气 方宜满脸忧色 问道 贵大哥 那刘 那刘师哥怎样了 维小宝心想 臭小娘 跟我说话时 一直没声好气 提到了你刘师哥 却叫我贵大哥起来 我且吓他一下 又长叹一声 摇了摇头 道 哎 可惜 可惜啊 方宜惊问 怎么了 他 他 他是受了伤 还是 还是死了 维小宝哈哈大笑 说道 哈哈 什么柳一舟 柳两屁 老子从来没见过 他是死了活了 我怎么知道 你叫三生好老公 我就给你查查去 方宜先前见他摇头叹气 怜称可惜 直到刘一舟 定然凶多吉少 忽然听他这么说 心下大喜 催道 说话没半点正经 到底哪一句话是真 哪一句话是假 维小宝道 这个刘一舟 倘若落在我手里 哼哼 我先绑住了他 狠狠拷打他一顿 打着他屁股变成四片 问他用什么花言巧语 骗得了我老婆的芳心 然后我踢起刀来 一刀砍僵下去 这么 叉的一声 沐建平道 你杀了他 维小宝道 博士 我割了他卵袋 叫他变成个太监 沐建平不懂他说什么 方宜却是明白的 满脸飞红 骂道 小花头 你就爱胡说八道 维小宝道 你那姓刘师哥 多半一给擒住了 要不要他做太监 我贵公公说出话来 倒有不少人肯听 方姑娘 你求我不求 方宜脸上一阵红韵 你如不语 沐建平道 贵大哥 你肯帮人 用不到人家 开言相求 那才是侠义英雄 维小宝摇手道 不对不对 我就是最爱听人家求我 越是好老公亲老公的 叫得亲热 我给人家办起事来 越有精神 方宜迟疑伴赏道 贵大哥 好大哥 我求你了 维小宝板起了脸 道 要叫老公 沐建平道 你这话不对了 我师姐将来是要嫁刘师哥的 刘师哥才是他老公 他怎么肯叫你老公 维小宝道 不行 他嫁刘一周 老子要喝醋 大大的喝醋 沐建平道 刘师哥 人是很好的 维小宝道 他越好 我越喝醋 越喝越多 哎呀 酸死了 酸死了 喝得醋太多 哈哈哈哈 大笑声中 捧了那个包裹 走出屋去 反锁了房门 带了四名随从太监 骑马去西长安街 无英雄 在北京的狱卒 他在马背之上 捕住右手师机 呼叫 邦邦邦 邦邦邦邦 众随从不明其义 又怎想得到 贵公公这次是奉圣旨去发财 自然要将云南独港 邦邦邦地敲到直下 无英雄听说亲屎到来 忙出来磕头迎接 将韦邦邦接进大厅 韦邦邦道 皇上吩咐我拿点东西来给你瞧瞧 小王爷 你胆子大不大 无英雄道 悲劇的胆子是最小的 受不起惊吓 韦邦邦一正 笑道 你受不起惊吓 干起事来 可大胆得很呐 无英雄道 公公的意思 卑职不大明白 还请明示 昨晚在康亲王府中 他自称在下 近日 韦邦邦乃奉旨而来 眼见他趾高气扬 隐隐觉得势头不好 连声自称卑职 韦邦道 昨晚你一宫派了多少刺客进宫去 皇上叫我来问问 昨晚宫里闹刺客 无英雄已听到消息 突然听得 韦小宝这么问 这已经非同小可 立即跪倒 向着天井连连磕头 说道 皇上带微臣父子恩纵如山 微臣父子就是做牛做马 也报答不了皇上的恩典 微臣 吴三贵 吴英雄父子 甘为皇上笑死 绝无二心 韦小宝笑道 起来起来 满满磕头不迟 小王爷 我给你瞧些物事 说着解开包袱摊在桌上 吴英雄站起身来 看到包袱中的兵器衣服不由的双手发抖 颤声道 这 这 这 拿起那张口供 见上面写得明明白白 刺客是奉了平溪王吴三贵差遣 入宫行刺 决以杀死达子皇帝 立吴三贵为主云云 饶使吴英雄 畸变多志 却也吓得魂不附体 双膝一软 又急跪倒 这一次是跪在韦小宝面前 说道 贵 公公 这 这绝不是真的 微臣父子受了奸人 陷害 万王公公奏名圣上 奏 奏名 微小宝道 这些兵器都是反贼邪入宫中的 图谋不轨 大逆不道 兵器上却都刻了贵府的招牌老字号 无应雄道 微臣父子仇家甚多 必是仇家奸妓 微小宝沉吟道 你这话本来也有三分道理 就不知皇上信不信 无应雄道 公公大恩大德 更请给卑职父子分颇明白 卑职父子的身家性命都处于公公所赐 微小宝道 小王爷 你且起来 你昨晚已先送了我一份礼 倒下早已料到有这件事事的 嘿嘿 无应雄本带战起 听他这句话说得重了 忙又跪倒 说道 只要公公 小皇上给卑职父子剖白几句 皇上盛名 必定信公公的说话 微小宝道 这件事早闹了开来了 左徒左大人 侍卫头多龙多大人 都已见过皇上 回禀了刺客的共状 你知道了 这等造反的大事 谁有天大胆子敢按了下来 给你在皇上面前 剖白几句 也不是不可以 我还想到了一个妙计 虽不是十拿九稳 却多半可以洗脱你父子的罪名 只不过 太也废事罢了 无应雄大喜道 全账公公大救 维小宝道 请起来 好说话 无应雄站起身来 连连请安 维小宝低声问道 刺客 党真不是你派去的 无应雄道 绝技不是 卑职怎能干这等十恶不赦 罪该万死之事 维小宝道 好 我交了你的朋友 就信了你这次 倘若刺客是你派去的 日后查了出来 那可坑死了我 我非陪着你 给满门抄斩不可 无应雄道 公公万安 放一百个心 绝无此事 维小宝道 那么依你看 这些反贼是谁派去的 无应雄沉吟道 微臣父子抽家甚多 一时之间 诗难确定 维小宝道 你要我在皇上面前剖白 总得找个仇家出来认头 皇上才能信呢 无应雄道 是是 家延为大清打天下 剿灭的叛逆 着实不少 这些叛逆的鱼党 都十分痛恨家延 好比离闯的鱼匿啊 签名唐王贵王的鱼党啊 云南木家的鱼党啊 他们心中怀恨 什么作乱犯上的事 都做得出来 维小宝点头道 嗯 什么离闯云匿啊 云南木家的鱼党啊 这些人武功家术是怎样的 你教我几招 我去演给皇上看 说道 我昨晚亲眼见到 刺客使的是这种招数 货真价实 绝技错不了 无应雄大喜 忙道 公共此祭大庙 卑职与武功一道 所懂得实在有限 要去问一问手下人 公公 你请坐一会儿 杯子立刻就来 说着请了个安 匆匆入内 过得片刻 他带了一人进来 正是手下随从的首领 杨义之 昨晚 维小宝曾帮他赢过 七百两银子的 杨义之上前 向维小宝请安 脸上身有忧色 无应雄自己对他说了缘由 维小宝道 云大哥 你并担心 昨晚你在康亲王府里练武 大出风头 不少文武大臣都亲眼见到 绝不能说你入宫行刺 我也可以给你作证 杨义之道 是 是 多谢公公 就只怕奸人陷害 反说世子 带我们去康亲王府中 好叫众位大臣做个见证 暗中却另行差人 做那大逆不道之事 维小宝点头道 这话倒也不可不防 杨义之道 世子说道 公公肯主持公道 在皇上跟前替我们剖白 真是我们的大恩人 平息王仇家极多 个人的武功家属甚杂 只慕王府的武功 自成一家 很容易认出来 维小宝道 嗯 可惜一时找不到慕王府的人 否则就可让他 演他几个招式来瞧瞧 杨义之道 穆家拳穆家剑 在云南流传已久 小人倒也记得一些 我演几套 请公公指点 刺客入宫 携有刀剑 小人演一套穆家回风剑如何 维小宝喜道 你会穆家武功 那再好也没有了 剑法我是一窍不通 一试也学不会 还是跟你学几招穆家拳吧 杨义之道 不敢 公公立琴敖拜 四海扬明 拳脚功夫 定是极高的 小人使得不到之处 请公公点拨 说着 站到厅中 拉开架势 慢慢地 一朝一世 始将出来 这路穆家拳 自穆英手上传下来 到这时 已于三百年 历代均有高手传人 说得上是千锤百炼之作 在云南 知者甚重 杨义之 虽于这套拳法并不擅长 但他武功甚高 见闻广博 一招招眼将出来 气度凝重 招式精妙 维侠宝看到那招横走千军时 赞道 嗯 这一招极好 后来又见到 是高山流水 又赞 这招也了不起 带他将一套穆家拳使完 说道 很好很好 英大哥 你武功当真了得 康亲王府中那些武师 便时刻打你一个 也不是你对手 一时之间我也学不了许多 只能学到一两招 去皇上面前演一下 皇上传了 宫中武功好手来认 你想认不认得出 这武功的来历 说着 指手画脚 将横扫千军 与高山流水两招 一样使出 杨义之喜道 公共使得横扫千军 与高山流水两招 深得惊讶 惠家子一剑 便知是穆家拳法 公共聪明过人 一剑便惠 我们吴家可有救了 吴应雄连连作医 道 吴家满门百口 全账公共援手救命 韦小宝心想 吴三桂家里 有的是金山银山 我也不用跟他讲价钱 当下作医还礼 说道 哎 大家都是好朋友 小王爷 你再说什么恩德 什么救命的话 可太见外了 再说 我是尽力而为 也不知管不管用 吴应雄连称 是是 维小宝将包袱包起 夹在鞋下 心想 这包东西 可不忙给他 忽然想起一事 说道 小王爷 皇上叫我问你一件事 你们云南 有个来京的官 叫做什么卢一峰的 可有这一号人物 吴应雄一正 心想 卢一峰只是个 绿豆芝麻般的小官 来京必见 还没见到皇上 皇上怎么也知道了 说道 啊 卢一峰是新伟的 云南取境县之县 县下是在京东 等候扣建圣上 唯小宝道 皇上叫我问你 那卢一峰前几天 在酒楼上欺压良民 纵容恶仆打人 不知这脾气 进来改好了些没有 那卢一峰 所以能得吴三轨 委为取境县之县 是使了四万多两银子 贿赂得来的 吴应雄曾从中抽了三千多两 此刻听维小宝这么说 大吃一惊 忙道 卑职 定他好好教训他 转头向阳一之道 即刻去将那卢一峰来 先打他五十大板再说 向维小宝请了个安 道 公公 请你启奏皇上 说道 微臣无三贵 知人不明 见人不大 请皇上降罪 这卢一峰立即革职 永不续用 请吏部大人 令伪先能 维小宝道 也不用罚得这么重吧 吴应雄道 卢一峰这次 胆大妄为 尚达天厅 当真最不容读 一只 你给我狠狠地揍他 杨一只应道 是 维小宝心想 这姓鲁的官 只怕性命不保 说道 兄弟这就回宫见皇上去 这两招横扫监军 和高山流水 可需使得 似模似样才好 说着 告辞出门 吴应雄从衣袖中 取出一个大风带来 双手承上 说道 贵公公 你的大恩大德 不是轻易报答得了的 不过多总管 所大人 以及众位御前侍卫面前 总得稍表敬意 这里一点小小意思 向凡贵公公 带卑职分派转教 皇上问起来 大伙都帮几句口 微臣父子的冤枉 就得洗血了 维小宝接了过来 笑道 要我带你做人情吗 这桩差事可不难办 他在宫中一年有余 已将太监们的说话 腔调学了个十足 贫嘴贫舌的精片子中 已没半分扬州口音 倘若此时 其实冒充小贵子 瞎了眼的海老公 恐怕也不易发掘了 吴英雄和杨义之 恭恭敬敬地送出府门 维小宝在轿中拆开封袋一看 竟是十万两银票 心想 他奶奶的 老子先来个二一天坐五 将五万两银票揣入怀中 余下五万两 仍放入大封袋中 维小宝先去上书房 见康熙 回禀已然办妥 说 吴英雄得惜皇上盛名 辨明了他父子的冤枉 感激得难以形容 康熙笑道 这也可吓了他一大跳 维小宝笑道 这吓得他屁股尿流 奴才好好的叮嘱了他一番 说到这种事情 多半以后还会有的 叫他转告吴三桂 武徐忠心耿耿 报笑皇上 康熙不住点头 维小宝道 嘿嘿 我等吓得他也够了 这才跟他说 皇上名见万里 一查刺客的武功 便料到 是云南牧家的反贼所为 那吴英雄又惊又喜 打从屁贵儿里都笑了出来 不住口地送赞皇上盛名 康熙微微一笑 维小宝从怀中摸出风带 说道 他感激得不得了 拿了许多银票出来 一共五万两 说送我一万两 另外四万两 要分给宫中 昨晚出力的众位侍卫 皇上 你瞧 咱们这可发了大财呢 那些银票都是五百两一张 一百张也是厚厚的一叠 康熙笑道 你小小孩子 一万两银子 一辈子也使不完了 余下的银子 你就分给了众侍卫吧 维小宝心想 皇上虽然盛名 却料不到 我维小宝已有数十万两银子的身家 说道 皇上 我跟着你 什么东西没有 要的银子有什么用 奴才一辈子忠心侍候你 你自会照管我 这五万两银子 都赏给侍卫们好了 我只说是皇上的赏赐 何必让吴运雄收买人心 康熙本来不想冒名发赏 但听到收买人心四字 不禁心中一动 维小宝见康熙 沉吟不语 又道 皇上吴三桂派他儿子来京 带来的金子银子可真不少 贱人就送钱 未必安着什么好心 天下的地方百姓金银珠宝 本来一股脑都是你皇上的 可是吴三桂这老小子横得很 倒像云南是他吴家的 康熙点头道 嗯 你说的很是 这些银子 就说是我赏的好了 维小宝来到上书房外的侍卫房 向御前侍卫总管多龙说道 多总管 皇上吩咐 昨晚众侍卫护驾有功 亲赐白银五万两 多龙大喜 忙跪下卸赏 维小宝笑道 皇上现下很高兴 你自己进去卸赏吧 说着 将那五万两银票交了给他 多龙随着维小宝走进书房 向康熙跪下磕头 说道 皇上赏赐银子 奴才多龙和众侍卫卸赏 康熙笑着点了点头 维小宝道 皇上吩咐这五万两银子嘛 你瞧这分派 杀贼有功的 奋勇受伤的 就多分一些 多龙道 是 是 奴才遵旨 康熙行道 小贵子又忠心 又不贪财 很是难得 他竟将这五万两银子 真的尽数赏了侍卫 自己一分钱也不拿 维小宝和多龙一起退出 多龙点出一碟一万两银票 笑道 贵公公 这算是众侍卫的一番孝心 请公公赏收 去赏给小公公们 维小宝道 多总管 你这么说可不够朋友了 我小贵子平生最敬重的 就是五一高强的朋友 这五万两银子 皇上倘若赏给了文官嘛 我小贵子不分他一万 也得分上八千 是赏给你多总管的 你便分一两银子给我 我也不能收 我当你好朋友 你也得当我好朋友才是啊 多龙笑道 世卫兄弟们都说 宫里这许多有侄私的公公们 贵公公年纪最小 却最够朋友 果然名不虚传 维小宝道 多总管 请你给查查 昨晚亲来的反贼之中 可有一个叫做刘依州的 倘若有这么一个人 咱们便可着落在他身上 查明反贼的来龙去脉 多龙应道 是是 反贼报的自然都是假名 我去仔细查一查 维小宝回到下处 将到门口 见御膳房的一名小太监 在路旁等候 那小太监迎将上来 低声道 贵公公 那前老板又送了一口猪来 这次叫做什么 燕窝人参猪 说是孝敬公公的 正在御膳房中 候公公示下 维小宝眉头一皱 心想 那口福林花雕珠还没搞妥当 又送一口燕窝人参猪来 你看我们这里皇宫是猪篮吗 但这人既已来了 不得不想法子打发 当下来到御厨房中 见前老板满脸堆欢 说道 哎 贵公公 小人那口福林花雕珠 当真是大补非凡 贵公公吃了之后 你瞧 神清气爽 满脸红光 小人感激公公照顾 又送了一口燕窝人参猪来 说着 向身旁一指 这口猪却是活猪 全身白毛 模样甚是漂亮 在竹笼之中不住打圈子 维小宝不知他闹什么玄虚 点了点头 那前老板挨尽身来 拉着维小宝的手 道 贵公公吃了福林花雕珠的猪肉 脉搏旺盛 果然大不相同 维小宝觉得手中多了一张纸条 一厨房中耳目众多 也不便多问 前老板道 这口燕窝人参猪 吃法另有不同 请公公吩咐下属 在这里用上好酒糟 喂上十天 十天之后 小人再来亲手整治 请公公享用 维小宝皱眉道 那口福林花雕珠 已搞得我虚火上升 麻烦不堪 什么人参猪 燕窝猪 前老板你自己触记吧 我可吃不消了 前老板哈哈一笑 说道 这是小人一点孝心 以后可再也不敢麻烦公公了 说着请了几个安 退了出去 维小宝心想 这纸条上一定写的有字 自己西瓜大的字 认不上一旦 当下吩咐厨房中的指使杂役 好好饲养那口猪 自行回屋 寻思 前老板这人当真聪明 第一次在一口死猪中藏了个活人进宫 第二次若再送死猪进宫 不免引人怀疑 索性送一口活猪进来 让他在御膳房中喂着 什么花样也没有 就算本来有人怀疑 那也疑心进去了 对 要使怪骗人 不但事先要想得周到 事后亦有机会 再得设法补补漏洞 又想 这字条只好请小郡主瞧瞧 他妈的 有话不好明讲吗 写他妈的什么字条 进得屋来 沐建平道 贵大哥 有人来到门外 好像是送饭菜来的 定时见到门上上了锁 没打门就走了 唯小宝道 你怎知是送饭菜来的 你们闻到了饭菜的香气 可饿得很了是不是 怎么不吃糕饼点心 沐建平痴痴而笑 说道 老是不客气 早吃过了 方姨道 贵 贵大哥 你可 说到这里 有些结结巴巴 唯小宝道 你刘师哥的事 我还没查到 宫里侍卫们说 没抓到姓刘的人 方姨低声道 多谢你了 却不知 是不是给达子杀了 再说 刘师哥 即使给捉到了 也不会说是姓刘 大伙说好的 他冒充姓夏 吴三贵的女婿姓夏 刘师哥会招供说 那个姓夏的是他叔父 唯小宝笑道 那你岂不是成了 吴三贵的亲戚 小郡主忙道 那是假的 维小宝叹道 不过方姑娘 想做吴三贵的 侄孙媳妇什么的 可以做不成了 你那刘师哥 就算逃出了宫去 他在外面想你 你在宫里想他 一辈子你想我 我想你的 一对情歌情节 见不了面 岂不难熬得很 方姨脸上又一红 道 我怎么会在宫里 待上一辈子 维小宝道 姑娘们一进了皇宫 怎么还有出去的日子 像你这样羞花碧月的牛 我小柜子一见 就想娶了做老婆 倘若给皇帝瞧见了 非封你为皇后娘娘不可 方姑娘 我劝你还是做了皇后娘娘吧 方姨急道 我不跟你多说 你每一句话 总是呕我生气 逗我着急 维小宝一笑 将手中字条交给沐建平 道 小君主 你念一念这字条 沐建平接了过来 念道 高升茶馆 说英烈传 那是什么呀 维小宝以明其中道理 天敌会的人有事要见我 请我去茶馆相会 笑道 枉为你是沐家后人 连英烈传也不知道 沐建平道 英烈传我自然知道 那是太子皇帝龙兴开国的故事 维小宝道 有一回书 叫做沐王爷三简定云南 贵公公双手抱家人 你听过没有 沐建平催道 我们前宁王爷爷平定云南 英烈传中自然有的 可哪有什么贵公公双手 双手的 维小宝正色道 你说贵公公双手抱家人 没这回事 沐建平道 自然没有 是你杜传出来的 维小宝道 那咱们打一个赌 如果有怎么样 没有又怎么样 沐建平道 英烈传的故事 我可听得熟了 自然没有 赌什么都可以 方师姐 没有她说的事 是不是 方怡还没回答 维小宝已一跃上床 连鞋钻入被窝 睡在两人之间 左手搂住了方怡头颈 右手抱住了沐建平的腰 说道 我说有就是有 方怡和沐建平 同时啊的一声惊呼 不急闪避 一给她牢牢抱住 沐建平伸出右手 将她用力一推 维小宝诚实侧过头去 伸嘴在方怡嘴上 吻了一下 赞道 好香 方怡带要挣扎 身子微微移动 胸口肋骨断绝处剧痛 左手翻了过来 啪的一声 打了她一记耳光 维小宝笑道 谋杀亲夫呢 谋杀亲夫呢 一咕噜从被窝里跳出来 抱住沐建平 也亲了个嘴 赞道 一般的香 贵公公双手抱家人 有没有呢 嬉嬉而笑 随手取了衣包 奔出屋子 反锁了门 反锁了门